我的天呀,你敢相信这是福建的一个三线城市啊 三线的县城,太夸张了 真的是超过了我的想象 我原来以为这个福建三线的城市都比较落后了 因为我看他们的二线城市 比如说福州市区那边,城镜也不是特别的强 感觉也比较一板 结果到了这边发现,哇,他们这边三线太厉害了 整个这边都是高楼林立的 我原来以为来到这边看到的都是那种县城的模样 在我这个印象当中的这种县城啊 很多三线城市都是民房啊 还有那个六七层的房啊 还有一些这个单位建房啊 比较多啊,然后像这种高层的话也会有 但是不会像它这么多啊 它这个太夸张了 我感觉这周围都是这个样子的 你看这,往那边延伸全部都是这个样子的 它这边这个大道有游戏的非常的宽,看一看 往那边也都是的 你看那边,缓着 感受一下往那边都是这个样子的 都是这种高楼林立的 感觉整个这边好像吧,原来的那种 老城市的那个模样好像已经完全猜完了 都变成这种 古籍化现代化的模样啊 说实话,走在这里 哇,你说这里是广州 哇,我的信啊 你说这里是在一个深圳 我估计很多人也信啊 你看这边 完全就看不到那种县城的模样啊 这个县城实在是太厉害了 当然也有人说这不可能是县城啊 你肯定是拍的那一个什么大城市 然后说这里是县城 哇,有必要这样吗 我找这个证据给大家看一看啊 看看它到底是不是这一个 一个三线的县城 这边应该是有这个标志的 找找那一个标志 那边好像有个路口啊 看看那个路口那里 看这路口那写了什么 福口环岛 黄龙大道 大桥 这个还有什么 天安大桥 江滨北路 大家可以查一下啊 这个就是在福建的晋江这里啊 晋江市 一个三线城市 现在是属于 贵泉州管辖 泉州三线城市 但是它这边感觉比 泉州市区市中心那边 要大些很多啊 有去过这个泉州玩的人应该知道 中心城区那边西街附近 阿拉格城街感觉就是那种现成的模样 上个世界 当然它那边也是古城区啊 不过我感觉它古城区范围也太大了 就木质所集 都是那种模样啊 所以我感觉它古城区范围有点太大了 不像它这边这个样子啊 高楼特别多啊 高楼里面 这边是配的一个街线公园啊 你看它这边是正在修 看见没有 这正在修里面 这说明这个晋江发展的非常的快啊 远超人的想象 而且这个晋江好像 是这一个整个福建的第一经济强线啊 就最强的一个线 好像是从1994年开始啊 它好像是一直到现在 29年30年的 快30年的 一直都是这一个 福建经济第一强线啊 2022年的GDP有3200多亿啊 卫列福建各区县啊 排名第一啊 实在是太厉害了 这边他们街心校公园 都修得非常好